前面的影片都有 应该是在第二次上课的开头的地方 你回头再看一下 我就把重点复习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快速做出来 基本上一个表单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UI 这个所谓UI就是跟使用者沟通的一个桥梁 那这个UI最重要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趋势是这样 这个UI最好是完全不用学习 你也不会做错 也会使用 那是最好的UI 所以现在像手机 这位手机 连小朋友他完全都没学习 他也会用 所以那是最棒的UI 那你如果说将来设计的时候 你要遵循那个方向的话 你给人家 人家就帮你把资料都填完了 乖乖的填正确的资料 这样的话也会节省你很多时间 因为很多人每天都在处理 什么 校对资料的 如果说你如果前置已经帮你处理完了 后面当然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所以第一个 那怎么做 第一个我想大概类似长这样的 那我讲过观念就是 这个表单一定是由外而内 由左而右 由上而下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里面会需要用到工具箱里面 总共会有一个就标签大A 然后小A小B是这个 下拉清单是combo box 是户籍地 然后再加什么 comment button两个 应该有印象吧 反正如果不熟回去再把前一次的课程 打开来看一下应该都有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的话一定是到Visual Basic 按一下右键 任何地方按右键都可以 插入一个什么 制定表单 从这边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你产生一个表单出来了 不过它是灰灰的 上面的字也不对 然后名称也不对 所以我们慢慢来修改 那怎么修改 第一个属性 底下会有个属性的面板 你稍微把它往上移动一点点 那首先的话呢 我习惯 就是先把这个表单由外面 那它的name 我习惯用home 当然你不一定 以后一定要都叫home 我习惯 反正这个就是我的主表单 就是home 好 第二个的话呢 把caption把它改成叫做 那个什么安养中心 什么会员系统之类的 所以这个名称的话把它改一下 那你按enter之后 你会发现那个你的左上角 这个地方就变更 它是由caption属性去控制的 好 那再来的话 底色 因为我们底色是有点黄黄的 如果你要底色变成黄色的话 那怎么做呢 基本上很简单 它的属性 就是决定它的外观 跟它的状态 所以它的外观里面一定会有个叫 back color 有没有 back color 点击它 调色盘 找到什么 浅黄色的 这样就好了 好 第一步就完成了 由外 外面是一个表单 第二个再往里面走 就是前面这个东西 那总共我们会有几个标签呢 其实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云端这个画面 总共会有四个标签 填入的资料有四个 所以呢 我们就大a 然后先拉一个就可以了 我讲过了 你拉一个之后 底下就当范本就可以了 那第一个的话呢 它要 我们是放什么 身份证字号 所以你就让它填身份证字号 那 这边的话 第一个 你可以把那个里面的 caption 输入叫做身份证字号 身 身 好 那不过这个字太小 所以字把它放大 旁边有个小按钮 按下去 12号左右 如果你觉得12号不够了 大概14号了 反正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调配的 然后再稍微缩小一点点 再来的话呢 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红色 记得前景颜色叫Full Color 所以在这个底下 改成红色的 好 那做好一个之后的话 请你按Ctrl键 向下 复制 如果不整齐的话 选起来 然后做格式里面的对齐 主控向左远 格式里面的水平 垂直间距相等 不过你会发现 完全不动 为什么 因为我拉得很精确 如果你可以这么精确的话 那表示你到位了 看那个网络上 那个大陆的网友 老师您上课很到位 OK好 那 再来把里面的这个文字改过 做完之后 左边就有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往右边了 所以Test Box 小A小B 拉一下 然后大小由你自己决定 如果说你拉太大 这边可能它再过来一点点 你可以以一个为基准 所以如果说你要跟它一样大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两个一起选起来 选碰到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它怎么样 格式里面 调整大小 完全相同 可不可以啊 完全相同 好 你们两个长一模一样了 对不对 然后对齐 看下没有对齐 主控向的什么 上缘 OK 这样就整齐了 那一样怎么样 往下填满 Ctrl按住 有没有 再一个 一个 然后下面这边 Cumbo Box 再把它拉一下 如果说你要跟它一样大的话 那你就是 再从上选下来 记得哦 一定要从上选下 为什么呢 上面的是主控向 如果你从下选上去 变成下面是主控向 那你如果设成一样大的话 它变成 它跟着它一样大 所以特别重要 主控向是先选到 白色这一个 然后格式里面的话 调整大小 设为完结相同 有没有 不过好像我一拉就一样 所以没动 没关系 好 不过你们应该一定会有一点问题 不过没关系 反正是用学习 因为我在做表单 已经做了N年了 刚开始就每天 我们的工作就是每天在拉表单 可以拉好几个月 你看做个表单 客户要一个案子 然后每天就做这些东西 可以 大概快则三个月 慢就半年一年都有可能一个案子 对不对 那每天就是在弄这个东西而已 好那 再来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说我今天要做出类似像 这边确定 字大概就是类似像 这个可能是深红色 然后底色是绿色 那我先做一个comment button上来 再来的话呢 就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它修改上面的文字 它的文字一样是caption 把这个caption改成比如说确定 OK 你用理解的啦 不用死背 OK caption就确定 然后呢 它字的大小 就是这个form 然后呢 大概14号字 字的颜色 就是前景颜色 就是fold color 把它改成什么呢 调色盘里面的那个暗红色好了 你找一个暗红色好了 假论是这样 然后底色的话一定是back color 所以这边一定有个back color 然后把它改成比如说浅绿色 做好一个之后 再ctrl键按住 再复制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改成 比如说我们这边叫做什么呢 清除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第一阶段了 OK 那再来就是更改它的名称 比如这个叫T1 T2 T3 T4 反正就是1234 然后这个B1 B2 好了 OK 那再来就是再把程式写上去 就可以walk了 不过应该今天时间应该是没办法讲完 所以开个头 那下个礼拜 把这个完成之后 就是下个阶段 就是日期与时间函数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 画面先换给我 有时间的话 再先看那个日期与时间函数部分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画面大概就先长这样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能做多少 就先做多少 然后先把它存起来 下一次就从这边开始 所以如果下一次 如果你还没 反正就能做多少 就算做多少了 那记得就把它存起来 不然下个礼拜你又要从头再做表彈 其实也蛮花时间的 然后试试看